当时从电影学院毕业之后 您是不是也走了点弯路呢 挺折腾的 就是一直在想自己应该怎么着 然后终于有一天想明白了 是大概是95年的时候 春节的时候 我在长沙 在老家 然后呢 重播北京人在纽约 就是当时啊 我在看着戏之前 就一直想憋很多歌 老想当一个创作歌手 就是想表达 对生活的感受什么的 但是总觉得表达不出来 然后就看那个北京人 觉得那个姜文在里 对生活的所有的态度 这种你就觉得影视的 语言的丰富性啊 就觉得哎呀 我应该干这个 这个是我本来就学的是这个 但是那个时候95年到现在 这可有20多年了 对对对 你是先做编剧是吗 对就是 先有三年时间 我自己回炉吧 自己自修学习 然后写剧本 那我想知道 您那个时候 靠什么生存呢 就我们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们都得为吃饭而发愁啊 媳妇养着呗 那你们俩已经结婚了 没有 你还吃过媳妇的饭 吃了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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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